开始了 开始了 今天我们就讲 牙箱油 跟引擎油 或者是机油 拜六时候我们试车 跟阿远去试车 我们跟阿远去试车 Hilux 新车 6000km 今天我们就讲黑油跟牙油 一下子我先分享一下 你们也帮忙分享一下 今天的很重点 这几天 尤其是礼拜天有很多人陆陆续续去问我 关于到 Amsor要怎样选 为何换了牙油过后 就有这样大的差别 对新车来讲是很大的差别 我自己也吓到 是我可能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去 换到新车的牙油 直到阿远那辆Hilux ok 等下我会讲 它的那个差别太大了 等一下阿一下子阿 我先share先阿 ok 来 ok 人数先进来先 然后今天整个Facebook也是很夸张阿 整个Facebook ok 来来来 ok fire 做么 ok阿 ok阿 就靠你们share了 就靠你们了 ok 我先进去看你们 有些是礼拜点 有些是机关生意 ok 进来阿 go go 然后我们先聊天下 吹下水先 现在KL已经可以 不用EMCO的嘛 那个什么 忘记阿 那个太长阿 每天在改的东西阿 然后现在全部 开工了没有 全部开工了 我们吹下水先 喔 Manual阿 阿 其实是有的 OK 其实是有阿 Sandy6 我个人觉得 AMSOI的那个 Manual牙箱 喔 它的价钱是比较高的 可是它是直接出 直接出最 最high spec那个 就是extreme pressure 那个 就是主要不要给它 这样快抹掉你那个 Excel differential牙 或者是牙箱里面的牙都是 都是牙齿嘛 它会磨损 OK 老板要帮我拿一下 在上面有一罐的一个 quad的 啊 黄色那个 黄色的酱油罐 他们讲酱油罐 这就是刚好 我刚好我office有一罐 我就拿给你看先 然后它有 我先打 打了问题先 OK 打了问题先 就问 有人问我那个 Asia的menu吗 OK 这个黄色的 然后是75 它有三个spec 可是价钱是一样的 75W 90 然后75W 110 还有75W 140 价钱是一样的 一个quad 946ml 116 对我 OK 今天我们先 先不要讲这个先 manu 你要的话可以私底下 WhatsApp我 或者等下我叫助理 PM你 OK 我叫助理PM你 黄色Asia 这没有叫酱油罐 他们讲酱油罐 它的头上酱油罐 这样子 OK 然后 今天也是一样 全部一箱一箱拿走 一箱一箱拿走 金尼味进来了没有 他刚刚才拿走一箱 不要 静静拿走一箱 静静拿走一箱 OK 我们先 先 呃 吹水先 现在全部开工了没有 可以要去的啊 史朗国去的开工了没有 聊天下 昨晚睡不着 怎么睡不着 怎么睡不着 我们吹一下水先 给更多人进来 是不是磁场乱了 是你的脑袋乱了 OK 去冥想下 谁说像酱油瓶 不懂 可能有些 他们没有看过M-Soy了 他觉得这个是卖 老板现在卖酱油了吗 没有 他的 他的罐可能有些人觉得有点像 我从上面排下去的时候 他有个我在卖酱油 什么静静啊 Engine静才好啊 啊 OK 你们你们可以继续comment 做么没有卖大罐啊 OK 我来Quad 因为大罐呢 其实很很很矛盾哦 尤其是M-Soy 或者是美国产品 都是买Quad 946ml 或者是Gallon 那Gallon 有些人就觉得 其实价钱 也没有差多少吧 差不多 一样价钱 然后Gallon 有些人觉得 我的车又没有用到两个Gallon 啊 这样子我决定 容易用M-Quad 就容易一点啊 不然的话等下很很很乱啊 很乱水 很乱水 这样我知道了 可能没有喝酒才睡得着啊 OK 赶紧拿铜水来 吹吹水啊 OK 啊 现在整个Facebook都很 很多很多新闻 很多负面新闻 然后我们今天就先讲 为何Hilux 换了牙油 换了M-Soy的黑油啊 第一个最大差别 立刻马上fuel到了 呃 就是啊 原自己去做DB test哦 直接会进了 那个Engine是直接进去了 安静了 OK 这是原装油 跟M-Soy的Signature Series啊 OK 然后接下来啊 再来一个就是 它的牙箱哦 一直以来我以为 Hilux的 因为我一般会来我这边 换牙油都是过了4万 6万 可能8万哦 他来我这边换牙油了 然后他那辆是走了6080哦 我不知道原来新车的 油一进D 他会等一下 才进牙了 OK Engine D啊 他会等一下 然后还会feel到一点chock 一下才进牙了 然后我以为这个是 一般过了4万啊 6万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原来新车都有这个问题哦 最大的发现是一换了 他换的是蓝灌哦 OK 这个蓝色的酱油盖哦 他换的是这个蓝色 因为他那辆是6度牙的 OK 他那辆是 Rocco的 2.8的 OK 6度牙的 然后是用这个蓝色灌的 他那个一换牙上去 解决了那个Engine D 顿挫感 OK 还有一个就是每一次换牙 会delate大概半秒 你会feel到 正常的auto 想换牙 想换牙 拉下了 才进牙的 正常现在新款的车 是 你一进 一进牙 或者1去2 2去3 3去4 是立刻马上进牙的 然后那个问题也解决了 呃 这个是让我最刺惊的 就是带牙油 跟黑油方面 OK M-Soy啊 对 2万不是梦啊 OK 这整个highway都已经是 呃 塞车 整个highway都塞车 如果能的话 尽量不要 出去啦 没有必要的话 不要出去是最安全的 OK 然后我们今天就吹 为何 我们吹哦 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是吹出来了 呃 因为阿妍是跟我一起试车 呃 就拜六的时候 拜六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试车 因为我想 feel到新车的时候 有什么差别 然后阿妍就问我 给我建议 要不要直接换掉 因为他已经打算换了 然后我讲 直接 不然这些full range M-Soy去啦 OKOK 他讲OK 这样子我们一起换了过后 立刻马上试车 然后就有这个感觉出来了 OK Thank you 给点like OK可以 老板明天 Holidia没有 明天还是继续做工 可是 呃 我打电话叫 运输全部不做啊 我的货又在卡着 哎呀够力啊 这是 然后这几天 全部在抢的话 我的dominator coolant 也被抢到七七八八了 然后 呃 全部订 订油都订一箱一箱 OK 然后我就 交代 为何全部会订一箱 OK 然后为何 他们知道 换了M-Soy过后 那个差别 我今天 直接讲完 OK一次过讲完 因为那时候拜六我真的很喘 真的很喘 OK 按锁机油啊 我们先讲机油先了 先讲机油先了 因为机油是 对我来讲 呃 你们会fuel到的 最大差别 在机油是 engin会比较进 比较进 OK 然后会比较 起步都是比较轻的 OK 进跟轻哦 这个是大众话的回答 OK 你们会fuel到那个差别 最大的差别 为何会 进跟轻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 呃 75%的那个 Ware protection 这边有写的很明 或者你可以去我的WhatsApp catalog看 75% WhatsApp 那个Ware protection 你可以去我WhatsApp看 呃 BloBlo来 OK 没有问题 这个啊 然后OE 这边是没有写的 这边是没有写的 最大差别 就在他的这个additive 呃 其实我也是想去 呃 追问 M soy 到底他的Base Oil 还有餐料什么additive 哦 他打死都不讲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Recipe 他们的机密 他们打死都不讲 呃 就算我问了无数次哦 他们都不讲 OK 美国老都不讲 然后我开一下Acon OK Acon两个开了 有点热 OK 然后这个M soy 最大差别就是 金跟轻 其实他里面 都有自己的additive 所以说他一直 呃 重复的讲 不需要加任何additive 大前提啊 你是用M soy的signature OK M soy的signature 然后也很多人问我 我跑的少 是不是应该要用OE 因为OE 价钱大概差了接近一半 OK 这个我们讲 Quad啦 一罐是75 这个是 48块半 OK 48块半 差了接近一半 然后这个可以走2万 OK 然后这个可以走1万 这全部都是XP grid 全部XP grid 全部XP grid 重点来了 刚才我大概去查了一下 呃 我 在早一点 早上时候 我post一个NOACK的 那个 那时候是2013年的 OK 2013年2月 没有记错是2月的 那个比赛的 那个result 你想看 2013年 已经 在美国全部都是用最high quality的 然后我也查了其他的他的 拿它来比的 就拿来compare的那些brand 我只看到Casro在马来西亚是有那个spec的 就是最高那个 最高那个 最高那个 最高那个spec 才可以跟Emsoy 勒杯骨朗 OK 我们讲差不多 那个Casro titanium的价钱也在 他440个liter了 他那个价钱在83块多了 除到来是 我们讲的是大前提 是official store 就是Casro原装 如果是 不是原装 我就不能来compare 我们compare原装 Casro titanium 它的NOACK 都大概在10 OK 我没有记错 是在10 然后Emsoy的signature 4 5 6 都有 7都有 看他哪个spec 因为他有一个是50 那个是 只要是改装车用的 OK I'm sorry 其实 应该这样子讲 在马来西亚市场 我们讲机油最高spec 都很少在马来西亚看得到 OK 为何这个是重点 这是很重点的 一般的 就像我们 OK 我们讲 手机 他手机 其实 很多手机 最高spec 都没有进来马来西亚 可能真的是 因为我们的消费群的问题 可能吗 你认同 应该是消费的问题 马来西亚消费的问题 很多大品牌 最高配的手机 都没有进来马来西亚 OK 就算机油也是一样 最高配的 都没有进来马来西亚 最高配的 OK 然后 我不懂你们认同没有 是因为马来西亚的那个 消费 消费不起吗 是消费不起吗 OK 老板放工还去跑步 不咯 我要回去睡觉 还去跑步 OK Castro最高spec 对了 Titanium Titanium 那个也没有进 基本上 应该还有一个是 Red Line Red Line有进嘛 其实 我没有去研究过 那些其他品牌 可是 在NOCK context里面的 就是比赛的 那些几个大品牌 有得到 NOCK 那个最minimal requirement 就是在15%以下 就是那个 Visconcity的波动力 最好的 都没有进来马来西亚 这是重点 为何马来西亚的车 的engine 这样多油泥 OK 或者是 赤黑油 或者是 驾了一年过 就underpower 或者是 很多类似这样子 问题出来的 我大概去做了一个research 基本上 最好 最高配的 都不进来马来西亚 Red Line有 Red Line那个是 写着high performance 我不懂是不是 那个最高配那个 看不起马来西亚 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讲熟一点 就是看不起马来西亚 我觉得 是真的 是真的 是因为 马来西亚人 都是看价钱 OK 都是看价钱 我不懂 最高配的手机 为何都不卖来马来西亚 最高配的黑油 也不卖来马来西亚 一样的 在 Emsoy的总代理这边 他们 我大概去问了他们 他的 signature series 卖得多吗 他讲 马来西亚卖得少 马来西亚卖得少 比起他很多个 series XL OE European 比起来真是卖得少 因为马来西亚最主要 还在看价钱 OK 在看价钱 而且是看不懂那个价值 我们今天就讲 机油 因为机油比较多人明白 等下再深入一点 就讲牙油 OK 对我来讲 机油 就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 最多就是吃黑油 然后油泥 就是Oil Slush 然后再来就是吃黑油 吃电油 然后苗粒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再严重一点就是 油泥塞满了 然后就直接吸附上油 就亮下Oil Pressure 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牙箱就不一样 牙箱就不一样 我们 等下重点在牙箱 OK OK Hello Boss 过文姓 OK 有什么问题 可以 问出来 或者是在那边comment一下 然后我们吹水聊天一下 对很多大品牌 也很多个牌子 可是我讲的是 最高配那个机油 基本上在马来西亚都看不到 在马来西亚都看不到 就 我大概类似 讲一下 就有Redline 它的那个comparison里面 有Redline 有Castro 还有什么Lucas OK 还有什么Mobile 基本上你都看不到最顶配那个 最高配那个 都不带进来马来西亚 OK 我也大概去去问一下那个 Amsor总代理 Signature卖得多吗 真的是少 因为就是价钱问题 OK 马来西亚有Candale Pandale Total 都有最高配 OK OK 可是 我看到 那个test里面 有NOA西客的 应该是没有几个 OK 因为必须要有15% 或者以下 才有那个 有合格 有资格 在一起去comparison 很多车厂都拿便宜比较多 对 这个也是 我想 今天你们 看到我live 赚到了 帮我share一下 因为这个 我在讲 说破给你们听 说破给你们听 对 end user来讲 是看价钱 OK 从来都不是去看它的价值先 OK 这个可能有些人听不明白 我们就讲价钱 就比说 就讲emsoi 你看到基本上的workshop不会去拿emsoi来卖 OK 我们就讲workshop先 OK 可能有些workshop是看不懂 有些workshop是看得懂 OK 我是看懂 所以我才卖 所以我才卖 Royal Purple Royal Purple 马来西亚也没有 马来西亚也没有 最高配那个也没有 对 77荷兰机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可能去全部的brand去study 然后 我先讲workshop 就是我也是workshop 然后 为何workshop都不拿这个brand 最主要 第一个 立论 最主要是立论 这个人家从来不说 立论真的是低 比起这样多个brand 是最 可以讲是最低了 我讲最低了 直接说破给你们听 然后 第二 是因为它价钱真的高 OK 它价钱真的高 然后 问题是 价钱真的高 车主是不可能去花这个钱 用msoi OK Signature Series 所以说就很多车厂都不卖 OK 可能你们会看到有卖msoi的车厂 都是做continental的 就是德系车 OK 德系车可能才 才会有机会看到msoi在它的店有卖 OK 基本上 大街小巷是看不到msoi的 OK 大街小巷是看不到的 我们先讲完 黑油啊 现在已经给你们知道 黑油基本上是不会导致什么大问题 可是牙箱就不一样了 牙箱就不一样了 OK 然后我自己最 新车去试车 跟着R&E去试车 跟着Tofen去试车 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那个牙箱油 OK 在牙箱油 昨天有看到 Levonor有NOCK 很好 它的那个是 哪一个spec啊 因为我没有去研究 是大概在多少 应该也是在10左右吧 OK 10% 大街小巷要过年了 OK 我换kmplus 被车厂人员看不起 正常了 正常了 因为 它还是属于 马来西亚的刚起步的 的brand 很多人不知道 他们他们只会看 在马来西亚市场已经有 10年以上 可能有什么size OK 然后有什么 基本上你们会看到 会相信 机油都是size 因为马来西亚是这样子的 对 马来西亚是看 F1用什么油 OK 然后他们就觉得 那个油是最好的 这个是 以前下来 marketing下来的 你看接下来 我可以跟你讲guarantee 接下来 尤其是covid过后 你会看到很多 size 的机油 就慢慢的 就没有sponsorship 因为真的是没有必要了 慢慢就没有必要了 他们花太多钱 在那个marketing 尤其是那个F1 OK 那些花太多钱了 不用紧不用紧 最要紧我们知道 那个quality OK 最要紧我们要知道quality 问题是quality 这个很深入 基本上 没有什么人想明白 最要紧还是看价钱了 OK 我们就讲价钱了 我们就讲价钱了 刚才 我大概是 search一下 casual 原来那个也不是 最高配 不 不是最高配 那个都卖着 casual 都卖着 83块半 你想看 amsock还75块 这个很多人是 看不明白东西 看不明白东西 觉得我们上网买的 机油便宜 OK 老板不可能去sponsor careplug老板不可能去sponsor 因为真的 花那个天文数字了 你基本上 你不是什么老品牌 OK做了几十年的 不可能就会丢钱在那个 那个F1那边 不可能 900GD OK 没有问题 金色的190块 快点去 金色那个直接 买一箱回去 直接买一箱回去 OK 因为他看懂了 他看懂了 因为 价钱我们就讲价钱了 我们俗一点 我们就讲价钱了 价钱 我们就讲casual就好 casual didanium 最高配那个都没有在马来西亚 都要卖着83块半一个liter 他4个liter是330多 我大概这样子除 呃 不会超过 83块 给你这样子讲 不超过83块 都已经贵过amsock了 你们看懂价钱了 你们看懂价钱了 不要不要不要讲价值了 我们就拿高配对高配了 你们都应该选msock 为何 是因为他这个比casual还低 noe ck 他这个如果020大概在4 5都有了 noe ck的那个 就是波动 那viscocity的波动 我 我再想回去啊 呃 casual的titanium是10啊 10 就是它会比较快 啊 就你比如说你用的530 它会比较快变去540 它的viscocity会变 后期或者是变 粘度更粘哦 这样子就会导致你engine 会比较快 underpower 或者是会感觉到没有力哦 就是在那个 最主要的spec那边 noe ck哦 ok 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 我尽量讲深一点哦 我尽量讲深一点 可是你 你一定要自己去看那个noe ck先哦 就是我 早上投出来那个 你去看这样你就明白了 ok 你一定要看那个graph哦 不然你不可能 不可能明白了 然后也很多人问我 这样子noe ck要高好还是低好 是越低越好 ok 越低越好 然后msoy也是有很多个 signiture city就当然 signiture就应该有六个吧 六个 六个 六个viscocity 然后它每一个viscocity的那个noe ck都不一样 ok 这样子明白吗 sponsor motor racing啊 target merlay market 你 过了这个疫情啊 你看sponsorship 只能跟你讲 越来越少 不可能越来越多 只会越来越少 ok 因为全部已经是中伤了 全部已经是整身都是 整身都是伤 ok 整身都是伤 啊 机油 如果你们明白的话哦 你会看data 就会看价值的话 呃 暂时在市场上面 最顶配的哦 呃 暂时 看到最顶配在马来西亚 会比较容易买得到 而且是比较划算的 还在75块了 就真的是只有msoy ok 但是dainem pesto都要80多块了 ok 都要80多块了 然后而且这个 是2013年了 我们已经是 退步outdated了大概半年了 大概半年才会有人去用signature 我们已经慢了半年了 其实msoy还有一个有就是dominator ok 这个我就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啊 除非你车是大改了 ok 这个就比较贵了 这个是大概92 92 没有必要了 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 那个是秒名要 因为秒名要最贵的 他跟我讲我要最贵的 ok 因为他可能还卖手机了 他知道 手机最贵那个哦 肯定是最好的那个 可能他这样子认为啦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啦 可是我不推荐用dominator 是因为他还是属于racing 他没有任何什么sb sn没有啊 他是直接一个sae吧 然后racing 你们要记得 你要选racing的油 你必须要 最好是你那里engine 或者是你那种车是改过了 是真是哪一台跑赛道了 因为racing的油 可以这样子讲 他会比较不耐 因为他们设计出来 不是为了保养 他们设计出来是要勾操 耐操 这样子明白吗 那个又是耐操了 不同啊 真的不同啊 又是我的名字啊 ok 因为你这个很容易 一讲人家就明白了 因为很多人就以为 最贵的就是最好的也是最适合了 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这样子啊 我要最便宜 但是要最好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 这个是马来西亚公认的 又要便宜又要最好的 基本上不可能 要便宜又要最好的 基本上不可能 我们讲 排除掉那个dominator先 因为今天也是有人问我 dominator 然后他 他可能也是很久没有用了 他就问我 我记得M-Soy有一个油是 黑油是红色的 ok 是红色的就这样子 你看这个是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没有啊 是红色的 ok 他只知道 M-Soy有一个油很好 然后是红色的 他只是他找不到 然后刚好可能我最近有post M-Soy 他就问我 然后我就跟他讲 你可以拿dominator 可是 我先问他 你的车是不是改过 或者是大改了 ok 肯定要五六百匹以上 ok 五六百匹以上 老板我要最便宜 ok 我真的可以这样子讲 要最便宜 quality又在group 4 ok 真的是 可以这样子讲 是km plus 我可以这样子讲 要便宜 又要quality 要 价值 价值好 然后价钱也好 价钱也漂亮 就真的是km plus redline 也是哪里 不要说哪里 跑一万 redline 你有用过吗 你没有用过不要讲 我真的是没有用过 我没有用过 可是我有客户用过 我有客户用过 对 你要找对的机油 你要找对的机油 如果你是 架得少 ok 然后要符合原装的 spec 你选OE就够了 因为OE真的是太便宜了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太便宜了 SP grade group 4 ok 应该整个市场最便宜是 有NOE CK的啊 大前提啊 确定是要有group 4先啊 因为没有group 4 有SP grade也是大把 也是大把 它这个已经是便宜到烂了 你想看4罐都不到200块 还有的找6块钱去打包 ok 找6块钱去打包 呃 反而 am sorry也是问我 诶 做什么你就变这样奇怪了 呃 卖Signature多过OE的 因为一般上的车厂 都是卖OE比较多 然后我也是 呃 我就这样子回复哈 因为我要的东西 或者是客户要的东西 只要他明白 我会建议他拿Signature 因为会更加保护你的engine ok 更加保护你的engine 老板我是想 all car racing以下 再用最贵的am sorry啊 喂 没有问题 满足你的需求 满足你哦 你现在 可以过来了 现在可以过来了 我先堵那个包出来 然后先去意大利先 ok 然后 呃 all car racing就是一个brand 你们可以去设下 然后是我独家代理的那个 remap就是改装 然后丢的是 enrico papini 就是在意大利 然后很多人 没有改过 或者没有remap过continental 他就会问我 人家这样子意大利要讲 要讲map我这辆车 其实是我用 我有设备 去读他的电板出来 他的data 读了过后 我就email去意大利 然后他改完过后 他就send给我 ok 一般上 group 4 ok 基本上是要有lap test 然后只要有noack ok 最minimum requirement 是group 4 ok 最minimum 然后而且是要打在 达到那noack 15%以下 才有那个noack approver 如果你看没有noack approver 就是他可能没有group 4 或者是他有group 4 可是他达不到那个 viscosity的波动力 这是重点的 对于马来西亚来讲是重点 因为我已经强调过几次了 因为马来西亚基本上是开10年 或者以上哦 那个车不可能开3年就卖掉了 不可能 呃 或者是应该这样子讲 马来西亚有人开3年就卖掉 或者开5年就卖掉 可是还是会有人去买second 而已 基本上你买到那辆车 如果没有那个noack 15%或者以下咯 很快你就会出现那个engine 越来越潮 啊 越来越没有力 然后啊 可能甚至再严重一点就是吃黑油 吃电油 再严重一点就是油泥那碗 OK 基本上是这个重点在这里 啊 how many liter level majority angel have oh dust 这个就要看老板那边了 因为老板那边 啊 主要是因为他也是刚刚起步 OK 你真的要给他一点时间了 给他一点时间了 做么你讲话这样快的 哎 会太快吗 会太快啊 这样子我讲慢一点 我讲慢一点 啊 啊 我这样子打了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什么叫noack 哦 你去search他的datasheet 有这个data 啊 这样子打 啊 我这样子打出来哦 有这个noack的 基本上都是在group 4 最少requirement minimal requirement 是group 4 然后要有 它的viscosity 就是波动力 它的年度的波动力 不会超过15% 只要你一超过15% 基本上不会看到这个data 如果你是在15% 或者以下你会看到 它至少已经是合格了 OK至少是已经合格了 才有这个data出来 这是对马上来讲 是重点了 重点了 OK 接下来我要讲的 如果你们要下单 记得 尽快 因为 我已经在抢货了 有些货已经是 断货 然后断货了过后 就要等container来 就是 新一批货的话 全部7架 OK 最少10% OK 对 然后我也是这样子回复 msoi的总代理 我是讲 我们尽量教会 粉丝或者教会end user 如何去 啊 去看那个noack 这是真的很重要 然后如果他们明白了过后 他们又复合得起的话 他肯定是选signature 我个人啊 我个人觉得 有budget的话 真的是选signature OK 这个75你要的话 自己打上来 OK 你今天下单 OK 你今天下单 我都送了 我都会送 我都会送一罐 OK 我都会送一罐 打加4的 我都会送一罐 你要的话这样子打 75 打加4我都会送一罐 然后这是signature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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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ture就是签名那个 OK 然后如果你要 哎呀 打到他了 如果你要OE的话 是48块半打加4 其实要打加5啊 要打加5 因为一般上 我们马来西亚的车 都是4个liter 起跳的 你要打加5 要打加5 然后我都会送 这是OE OK 然后接下来重点啊 在牙箱哪里啊 OK 几liter啊 这个不到一个liter啊 这不到一个liter 因为它是美国来的 全部都是百块的 是946ml吧 你的车是4个 你就要买5罐 OK 你的车是5个 你就要买6罐 OK New York and Chicken啊 是什么意思啊 N Y O OK OK明白了 OK 这样子 看下你们comment先 OK 因为 也很多人问我 Cambrass有没有N Y C K 因为老板没有去花那个钱 去做那个test 因为你要做那个test哦 是花很多钱的 可能五位数 而且是每一个 Viscosity都花一个五位数哦 基本上如果达不到一个量哦 一个厂家是不可能去花这个钱 因为真的是 太浪费钱了 可以这样子讲 因为如果你花了这样多的钱 你的seats 还是在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因为这些都是国际化了 他们就真的必须要有这些approved 这样子人家才会公认嘛 OK 才会公认 给一点Canvas一点时间哦 OK 美国老厉害赚钱全部加多一罐啊 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 是因为他们那边的那个 他们那边不是叫KG的 OK 也不是叫KM的 他们是叫Mouse的哦 啊 这个是我们 我们的那个差异哦 文化的差异哦 不是为了多赚啊 其实不是为了多赚 我也是有问过粉丝 他一直以来他都会用 美国产品的 然后对他来讲是一个习惯的 反正OK啊 反正过后可能我会有 会少一点他就拿来接啊 然后放在车standby一下 然后就比如说啦 这个Dominator哦 那个客户也是忘记了 他用什么油 他只知道好不了 然后他只知道是Amstoy 可是是什么Series 他不知道他讲 他记得是红色 然后他找了很久 他找了很久 然后你有一罐放在车上 OK啦 这样子你就记得了 OK 美国老不会赚钱就不会 iPhone了 OK 对我来讲哦 美国老啊 啊 美国老的文化 他们是 怎样讲啊 他们不爱做工哦 可是他们 呃 这个讲方 会好吗 讲了这个 OK 美国老啊 美国老真的 他们主要是在high tech哦 就high tech就是high technology哦 呃 你看很多芯片 其实他们都在垄断市场哦 好的东西 他们都是 着足不放哦 着足不放 呃 其实美国老跟 日本是差不多一样的 OK 差不多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 手段残忍啊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去 呃 保护自己 OK 他们可以这样子讲 会保护自己 然后马来西亚就不一样哦 马来西亚是保护别人先哦 保护别人先 留一个 OK 好的东西 马来西亚都不留 OK 都是卖出口 可是好的东西 在美国他们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哦 保护自己的利益 对 他们最重要是在那个 technology 然后 quality那里哦 所以说他们 呃 跟 Germany 的差别 又有差别哦 跟日本又有差别哦 他们的那个 怎样讲他们文化不一样啊 可以这样子讲文化不一样哦 外劳都打疫苗 哈哈 这个也是昨天我也是 老板娘给我看我也是在那里笑哦 马来西亚人没有打款 外劳先打了哦 OK 这个是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 OK 这就是马来西亚很奇葩了 OK 马来西亚就是奇葩 然后美国真的是做 quality 然后做他们是最前线啊 跟你讲最前线啊 就在technology前面是最最前线 你想看这个 signature啊已经是八年前了 八年前可能是九年前了 问题马来西亚都很少人在用哦 这个是够力哦 这个真的是够力哦 好东西都不用 用那种便宜的 能用就好的东西 能用就好的东西 肯定是可以用 就是他的差别就在你的寿命会长嘛 然后会耐嘛 OK 就在差别哦 在这里哦 对 就是他的engine油会不会少去 就是赤黑油啦 就所谓的赤黑油 我讲人话就是比较方便明白 就是这个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牙油哦 这个要的记得啊 75打 加5了 一般上你的四个liter的 你要打加5 如果你要OE的话 要的话尽快哦 因为OE也差不多了 OK也差不多 抢光光了 OK OE 你要的话就打48块半 打加5 我会送你一罐 OK我会送你一罐 接下来就是 牙油哦 接下来我就讲牙油 我不要让你们乱哦 我一个一个拿出来了 OK 这就是牙油哦 阿岩那个HILUX 2.8 6度牙 ROCO的是选这个 蓝色的哦 然后HILUX有一个是 Railwall Cities哦 那个是2.5 然后是 4度牙的 就选红色哦 你想看啊 I'm sorry 为何一个ATF要做两款哦 OK 然后 我大概去 我去拆那个HILUX的时候 6,000km哦 我有 翻个照片出来嘛 就是我手指去摸那个 那个MACNAX哦 那个铁粉哦 是很厚的哦 你想看6,000就已经这样厚了 6,000就已经这样厚了 快快点下单啊 打包一箱回去啊 你们不要这样子抢叻 等到最后我自己没有货叻 等到最后我自己没有货 等到最后我自己没有货 OK 要起价了 是没有办法 因为 呃 原料也起价 然后连运输也起价 运输也起价 OK 来 牙油 这个才是重点啊 因为 Engine基本上你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可是牙箱就不同哦 牙箱只要你会有那种严重的蹲挫感哦 基本上就是可以讲是废了 基本上可以这样子讲是废了 业绩没有起啊 OK啊 可以转行卖黑油 转行卖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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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跟牙箱的最大差别 你选好的油 Quality的油 跟你选 能用就好的牙油 真的是有差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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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刚才真的没有想到哦 Ginniway那辆 Myvi是用 Breadline哦 它不是用原装的Breadline压油哦 因为Myvi 基本上大概在100千左右哦 就会有出现一个 Reverse 冲一下哦 Reverse冲一下的问题 OK Reverse冲一下的问题 OK 来 太深奥了 都看不懂啊 OK 啊 其实 就是 马来西亚的那个 关于到汽车配件那个文化哦 或者是知识哦 真的是比较少人去 去了解 我尽量能做的东西 就是讲人话 就是你们会遇到的问题哦 这样子你们会比较容易明白 OK 比较容易明白 汽车三大件 坏 任何一样都是报废的 Engine 也好像 没有啦 不会报废的 在马来西亚 Suspension 不是重点的 整个车像那个 Lori 都可以驾的 OK 然后马来西亚 就算没有Aircon也是可以驾咯 还是能驾咯 可是在 在台湾就不一样哦 台湾他们年轻 或者是老一辈咯 对他们来讲 车脚是最重要的 是因为 只有那个轮胎是捉地咯 他们真的是很 Educate咯 关于到 刹车啊 brake啊 或者是 absorber啊 或者是tie 他们都是选好的咯 他们 就算是新车出来咯 不是 像我们这点 可能新车出来 慢慢这几年才有人去改装 电板 OK 改一个Airfilter 马来西亚是这样子哦 改动力先哦 台湾是不一样哦 台湾的文化是改底盘先哦 他们是知道底盘才是最重要的那个 OK 然后 对我来讲 选黑油 你用好quality 跟normal 能用就好的 的差别 就在那个engine的寿命 可能 你用好的 可以耐 上 maybe20年 OK 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你用 能用就好的机油 基本上 你过了一年 或者是两年 你就会feel到那个差别 OK 就会feel到那个差别了 底盘 我觉得很扎实的 OK 还需要改嘛 不一样台湾 他们那边是先改brake先的 是先改brake 而且不是我们这边的所谓的那个 知道名字到那个是 房 高房 他们还是会去装 台湾那边全部都是原装 一定是改brake先 然后改adjustable先 就是捉地好先 然后taya是重点 一定是选最好那个 就是最grip那个 最安全那个 他们那个文化不一样 然后 然后马来西亚是先改动力 或者是改adjust adjust是重点 然后现在变成 改装有罪 现在变成改装有罪 然后很多人就会 慢慢 马来西亚的motor spot 可能就会慢慢的 下滑 OK Motor spot会下滑 OK 很好 Eddy帮我翻译一下 因为 如果讲的太深奥了 没有人会懂 牙油餐的会不会有问题 OK 7Li 我先答你这个问题 我们 我们先讲 新车先 不要讲过了60千 100千 你才换牙油 HILUX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live 6000km 6080 它的那个牙箱 才放出来 才买 Oilband 才买Oilband 放出来才只有三个 才只有三个Lit 陈正它的牙箱 最少 我们有去 因为我还没有习过最新款HILUX 我基本上看来牙箱 这样大力 最少有10个Lit 只有10个Lit 然后它 新车的时候 就是6000了 6000就已经有很多铁粉 然后它用了Amsor的这个Fuel Efficiency 就会比较生油了 它用了过后 是解决了 它的那个 进 Engine的顿挫感 还有每一次换牙的Delay 就会慢一点才进牙 已经是完美的解决它的问题了 如果你的车是过了 怎样讲啊 你的车是过了 maybe60千 或者是40千 你才去换牙油 因为它Viscosity 新油跟旧油 如果 餐 你想看啊 HILUX里面最少有10个 10个Lit OK 问题是我放出来 只能放到3个 还有7个Lit 最少在牙箱里面 如果你的牙箱油已经是 过了一定的那个里数 比如说40千 60千 它那个Viscosity的Balance 是真的是没有那么快了 如果你还用回 OK 就算你用回原装 对原装 原装对原装 或者你用比较好的盘 对原装的话 好的盘的差别 或者是 它的Quality 或者是Aility的差别 是它比较快去Balance回去 那个Viscosity 就算你原装对原装 新油跟旧油啊 很多 换了油过后 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顿挫感 就有这个问题 如果能的话 我建议有Budget的话 你不如选一个好的Brand OK 然后它有这个Additive 在里面 他们也是不说 它的加了什么东西 才会有这种感觉出来 我最惊讶的是这个 我最惊讶的是这个 然后 然后 我个人觉得 你不如用好一点的 OK 好一点的 然后今天也是有一个问我 啊 I'm sorry要用到五罐哦 然后我觉得 Budget有点高 因为原装的很便宜 OK 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啊 问题是你原装 新油加旧油 会出现这个问题哦 每一个人都会feel到这种看至 major或者是minor吧 就是一点点或者是严重哦 呃 我个人觉得 你不如拿一个好的 好的 好的 牙油 还有一个 他就过后就来问我 这样子 你觉得旧油跟新油吗 不如我用一个flashing machine 就是一个机器去推哦 你就算你用flashing machine 也不可能100% 换完全部的油出来哦 OK 不可能了 不可能100%了 OK 我先看一下 Daya什么介绍啊 Daya就不要问我了 Daya Daya再问下去了 我都晕了 我我我我我的 呃 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做Daya店哦 OK 我很少去去研究Daya哦 我很少去研究Daya 很少去研究Daya CX5 AWD What oil used on transfer case Andrea differential OK 它那个 只要是 哦 我讲新款啊 新款啊 它都是压油的 因为里面 首先 这个4U有那个clutch的 有那个clutch的 有那个clutch的 然后后面 Excel呢 就要用LSD的 OK LSD 基本上是 你看到这个 7590那个 跟75 百亿那个也可以 OK 你可以私底下WhatsApp我了 OK 私底下WhatsApp我 Desmond 等下我会跟你讲啦 OK 我先 我先 讲完这个雅香先 不然等下 插下去 很乱哦 星包 什么叫星包啊 星包什么鬼了 是Daya的brand 你们不要讲 不要不要学中国人去翻译那个 那个名字哦 从英文翻译哦 我真的有点blur 有点blur 如果你用flashing 还有一个 呃 我直接讲破 给你们听哦 我个人很少用flashing 是因为 我知道 glass皮里面有那个粉 如果你flashing的话 你可能需要 10个liter 你可能你我讲 Hilux了 Hilux新款 你只能换到三个嘛 如果你用flashing的话 可能要花一个 10个liter OK 你去flashing 你的那个 皮哦 那个可能会越快 更加快的去 那皮越来越薄 OK 如果能的话 当然flashing会比较清洁 可是大前提哦 因为很多人忽略了 你想看新车哦 6000km哦 都已经这样多粉了哦 如果你的车是开了6万 100千 你还做flashing哦 分分钟一flash了过 会出现哑响问题 都有可能哦 OK 呃 x1 x1 你要给我知道是6 speed 或者是x speed 其实就是用这个哦 OK 轻深路 就是用这个 因为这个是给到5 speed OK 这个是从6度压到8度压 用这个就对了 ZF8度压的话 到这边 就是这个蓝色的 然后 ATF 然后写着Fu Efficiency的 会比较深油了 OK 星包 OK 我个人不建议去flashing 因为你会花更多的钱 可能会 把那个 clutch粉 OK 或者是clutch皮 更加快速的去把它 呃 就会越来越薄 会越来越薄 我不建议啦 OK 就用这个 清鲜露 就用这个 我现在用韩国啊 以后有钱 我想试一下米其林 OK 米其林 真的是很好的轮胎 OK Emsoy ADF 真的一流啊 今天我最主要是 开着直播啊 是要让你们明白 牙油 OK 比 黑油 更重要 我可以这样子跟你们讲啊 因为 只要牙箱出现问题啊 就已经真的太迟了 真的太迟了 你不要等到 因为黑油 怎样好 怎样 勾力都好啦 它不会 完全不能走 OK Engine还是能的 还是能响啦 还是能越来越炒外啊 或者 越来越吃黑油 可能就 油泥到完 细腹上油 OK 细腹上油啊 还有一个做法 不要做完它的话 就是换Oil Balm OK 换新的Oil Balm 换新的Oil Sprayner 就可以继续还是可以走啊 可是牙箱不一样啊 牙箱只要有 一有问题 基本上都是 只能拆牙箱 维修 不能再做任何东西了 OK 我没有flashing 我有个fixit 一样道理嘛 OK可以 没有问题 可以 Emsoy ATF 我真的是比较 刺惊的 OK 原来新车都会有 顿挫管 6000km 我来说是真的吗 新车就有这个问题 因为一般上来 我这边都是 开了4万 6万 可能10万都有 才会去换那个牙箱油吧 基本上我们试车就是 Engine D的时候 会蹲一下 原来新车有这个问题 还好 Emsoy帮他解决了 这个是我 看好 看好 Emsoy 然后 我觉得我看对了 OK 我真的觉得我看对了 我过后才知道原来 High Lux 新车都有这个问题 Emsoy可以帮他解决这个 尤其是新车更加重要 因为你能解决新车的时候的问题 就等于你 讲一讲 如果你继续用 继续用原装油 它只会越来越死 OK 只会越来越死 就像你有吃 Vitamin C 这样子 Protect一下 免疫力提高一下 一样的道理 OK 一样的道理 之前有一间轮胎店 我问他 韩国有吗 他说不能 连米其尼大品牌都说不能 OK 其实不是 OK 这个是我直接说破给你听 是因为轮胎店 不会去堵这个 好的轮胎 跟外面的4man店 还是workshop 不会去堵好的机油 是一样道理的 OK 我直接说破给你听 是一样道理的 OK Waja Japan Engine Gearbox ATF How much OK 你是问我油是 OK Emsoy的话 油 牙油都是一样价钱 它有分两个 我会配合给你 不用这样晕的话 我这样子打83块半 你打加5 基本上你也是4L了 你要打加5 OK 一样我也是会送你 一样我也是会送你 OK 然后 黑油的话你就选OE 就是我冰上来那个48块半 或者你要更好的 黑油的话你选75块 那个就是Signature的 OK 我先讲完牙油先 就 就刚好你问到那个米吉林 是因为现在轮胎店 不可能去堵 好quality的轮胎 是一样道理的 跟4man不去堵好的机油 就连Importer都不拿最好的机油进来 是一样道理的 是因为根本卖不动 根本卖不动 一讲到价钱 Adan Muraskin Adan Muraskin 或者是Ada Sekhan 这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文化 因为他们还是看不懂 还是看不懂 OK 只要有Sleep diet 就相信他们的眼光 只要他会问 他会问 真的是马来西亚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问题 就compare一个轮胎 就知道 一般都会进什么中国 或比较多 或者是印尼的 OK 印尼的 但是现在的轮胎店 只会堵 中国货的轮胎 因为便宜 然后 基本上你换 换两条 可以换 你换4条 中国的Daya 等你换两条米其林吧 OK 或者是 再严重一点 你一条 你4条中国的Daya 可以换一条米其林吧 都有可能 OK 所以说不可能 去堵那种 好的机油 或者是好的轮胎 现在的 尤其是现在的市场 Made in Thailand 对 基本上都是Made in Thailand 或者是Made in China 了 比雷利 OK 这个是 要看你驾什么车 有时候 也是看你是后期 或者是4WV 真的是有差 OK 轮胎我们就不讲 轮胎要讲下去 讲不完 OK 所以Made in Thailand 只要是你的原装的那个SPEC 可以走4万 你就可以走8万 如果你的那原装的SPEC 是推荐你2万换的话 你就可以走4万 然后记得 我个人建议啊 牙油 记得一定是要 最好是3年里面就好换的 不要开场 因为是会氧化的 OK 等一下我们就针对氧化这个问题 等下 等下 然后 然后 再来啊 黑油的话 如果你选OE 最便宜的SPEC 市场上面 有NOCK的 48块半 如果是4个 4罐的话 才194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考虑的话 如果 你是用signature的话 你可以用 2万 OK 可是一年里面 一定要换掉它 OK 一年里面一定要换掉它 Can please back to Emsway Product Topic 对啊 不好意思啊 因为每次我会给他们 怎样带偏去了 怎样轮胎去了 OK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就是氧化 为何我会推荐你 黑油也是 这个是 黑油是 Emsway讲的 OK 这个是Emsway讲的 我已经有写出来了 它也是叫你一年 或者2万 最好是换掉它 为何它讲一年 是因为所有 只要是有油的东西 它都是 基本上都是有chemical 它会reactive 才会氧化 所以它建议你 一年里面一定要换 无论你价多 还是价少 也一定要换掉 因为它会氧化 氧化听得明白吗 OK 再容易让你们明白一点的 就是 你们自己去看你们的cooler OK 这个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问题 你去看你的cooler 基本上 比如说你是捣红色 还是捣青色 我不要讲那个cooler 是什么brand 任何一个brand OK 任何一个brand 你现在倒进去 基本上一年里面 可能甚至不到一年了 它就开始氧化了 OK 就是chemical relative 它会变成不一样颜色 可能变chocolate色 可能变没有颜色 OK 因为它已经是氧化去 因为我们engine里面有那个seal 最好是 这个牌子有出gear oil 有有gear oil有 gear oil我们就menu了 我们就今天不聊 因为在聊下去 讲不完 有都有都有 你可以直接whatsapp我 等一下我助理会pm你 然后 记得氧化很重要 最容易让你们明白 因为你们自己看得到 有那个subtime 你去看 你现在的cooler 顏色已经是变色了 OK 已经是变色了 只要你有变色的那个 症状 我建议你 真的是最好 立刻马上换掉 OK 立刻马上 因为不然的话它会 吃掉你那些aluminium 啊 就是你那些water pump 啊 会漏水 就是因为这个 很多人忽略了 那个年份 或者是氧化 一定要换掉 Altis CVT 可以用吗 可以 可是Altis CVT 好像不用 不用到三个liter 你买 你买四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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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T不一样啊 CVT是这个啊 因为我刚才是讲这ATF吧 CVT是89 OK 89打加4就可以了 Mark Lee Cockway OK 然后 你们问的问题 如果我没有讲到的 我会 等下私底下我会messenge你们 因为 如果我一次过讲完 等下又给他们带一篇去 等下 等下 Alvin Say就骂我了 这么 continue讲回那个 那个 话题啊 OK 你要了打89 打加4就够了 如果Altis 是三个liter就够了 三个粗一点吧 三个粗一点吧 因为每一款牙箱的那个 Oilband的设计不一样啊 然后他的 你问我所有的车 我真的不记得 我真的不记得 我不可能完全所有的车 我都记得多个liter OK 来我先看一下什么东西 没有打到你们了 OK Color讲轮胎专业啊 我不讲轮胎 其实我个人 对轮胎可能 有一个反感 是因为我从小都在轮胎 轮胎变长大 我基本上都是在玩 你们玩Bakuli 就是那个 那个玻璃球 OK 你们就玩透明了 我不是啊 我是Ti-Drysat 那个铁柱 你们根本不够我玩 可能我已经在轮胎店久了 知道吗 我已经听习惯了 Bore Muraski Ada Second Hand 这是基本上 我是每一天在听 因为我在 一放学 我就在轮胎店 或者是小车 也在轮胎店 我已经听到这个东西很反感了 因为从来没有人 会去注意 什么叫做价值 OK 或者是 那个只有轮胎在地上 拦着你 不会让它 或者是不会让它滑掉 就真的是剩轮胎 你为何你看台湾 改任何 买新车也好 他们肯定是先去改轮胎 OK 这是最基本 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 改 brake 或者是改那个底盘 80 90 Amsoy只有75 90 OK 我现在打买你的问题 Dillon Hold Amsoy 这个是 你注意看 它是有写一个 Synthetic 肯定是Fully 而且是一个Extreme Pressure 最主要是 不要让你将快磨损你的那个 牙 就是Differential 不要将快磨掉 因为Menu基本上是不会坏的 可是它这个价钱就有点高了 这个是116 OK 如果你看懂了价值的话 或者是等下我会share给你听 等下我私底下 或者是我还没有打到你了 你又很紧张了 你直接WhatsApp我 OK 不然的话我要等Live完了过后 我得空了 我就去Messenger一个个去PM你们 OK 到你的店也是 这个价钱吗 OK 对都是这个价钱 我直接统一了 线上线下都是一样价钱 OK 都是一样价钱 OK 然后如果是 你是外婆的 我是直接 只要你买超过160 我就包邮给你了 这样子容易一点 因为现在 这个FMCO 甚至有些是很靠近的 我也是会直接寄给它 或者是 你不用特地来电 你不用特地来电 Myvi能用吗 肯定可以 肯定可以 你会feel到 OK Menu 我在里面讲买Menu去 Menu最会发生的问题就是 进牙的时候会比较难进 会卡 是因为它的那个 牙开始治疗 或者是它的Input Sub 已经是开始磨损了 然后这个已经有Extreme Pressure的 那个成分在里面 就是不要给它这样快磨损 如果你是听得明白的话 我建议你会拿Emsor 更加耐 OK 其实 其实对我来讲这个已经不是最贵了 如果是你知道一个叫Milus Milus 是一个brand 然后那个也是有Extreme Pressure的 那个一个liter大概在175 不是 现在已经起价了 刚才我们也注意到价钱已经起价了 那个也是有这个Extreme Pressure 这个已经是在 我讲Quality 已经是顶配了的 价钱真的是 很清明了 很清明了 OK 75-90可以 它有一个75-90的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80-90 只要你是manual的都没有问题 OK 等下我看一下 你要的话你打116打加6 OK 玻璃弹珠 对 你们小时候是玩玻璃弹珠 我是玩DryShop的那个铁珠 OK 都忘记你是卖Milus 因为Milus它一个 对我来讲Milus那个真的是很好 因为它有一个comparison就是 那时候 它compare外国啦 有一两 VTEC OK 应该是VTEC 改了大概接近600匹了 只要你的马力高 你们应该看到过Long Sub扭曲吧 OK Long Sub扭曲去 因为它的TOK太高了 牙箱就是TOK嘛 它会防止没有将快抹 没有将快吃掉那个 一样的牙 OK 一样的牙 如果你用普通的 如果是真的是上了一个马力 OK 比较高的马力 基本上你的牙很快就会磨损了 可能几百个km 就会磨损去了 然后你用了 有Extreme Pressure的 它就没有将快磨损 可能它到三五千 OK 它的磨损程度还是很少吧 就是这个Extreme Pressure的重要 OK 这是重要性啊 这是重要性 所以说Milus没有出便宜的 就是比较 它接触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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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的 谢谢啊明白啊 如果你不明白你在私底下 WhatsApp我也可以 OK Mark Lee Mark Lee你是冰城的吗 你是冰城的吗 OK 有多有Msoi Product Topic啊 OK 还是你们什么不明白的 你们再问我 OK 我之前Toyota 换一桶4L 它们才用到2L多 为什么会那么少 OK OK 其实不用啦 现在热闹过来 有block吗 没有block 都没有block 都没有block 可以借过来就可以了 其实真正来讲 HighLux是一样 我换HighLux 我们放出来 原来是只有不到两个 OK 不到两个 可是我坚持叫我的 伙计就帮忙拆那油底 因为我也是要顺便看它里面那个铁粉 要放完那个拆完油底 倒出来才有三个 才有三个 因为牙箱里面 还有一个Tockwater 尤其是那种HighLux 4W4 它的Tockwater很大力哦 可能分分钟里面就有5个L了 就5个L了 讲到我现在想换掉 不用不用 你们刚刚换了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OK 因为矮言 是feel到有点不正常 然后我也觉得不正 不可能嘛 新车就有这个问题 我讲不如你直接换掉 反正也不会很多 OK啦 反正它也顾车了 就直接换 然后还好解决了它的问题 OK 来 其实 如果能的话 每一次换牙油 都必须拆掉那个Oil Pen 因为Oil Pen 里面还是有接近一个L的油 然后如果再能的话 10粒允许的话 换买那个filter OK 然后这几天 又很多人问 Honda CVT Honda CVT Honda CVT 换 filter 它又有两粒filter OK 然后又有什么 Bowling 然后又有那些 Gasket 对有些人来讲 换一个filter 加买工钱 真的是花很多钱 因为其实很多workshop都不愿意去帮你去采那个filter OK 因为太多工了 可能要花一个三四个小时 要讲算你工钱 我个人建议 如果能的话 最好是 换掉它 OK 最好是换掉它 最好换掉它 然后 不要去省这个钱 真的不要去省这个钱 你看了它的那个贴粉 你就会明白 OK 然后Ranger是多个liter Ranger是必须要拆Oil Pen 因为它是完全没有放油纳的 那个最少都 五个吧 五个左右吧 五个左右 你最好是买六罐会比较 够安全一点 买六罐 打加6 83.5 打加6 OK 啊 你要喝一下水啊 讲到兴奋了 就投课了 记得啊 最后记得 因为新油跟旧油的 那Viscocity是有差的 不然的话 黑油不会去这样讲究那个NOCK 因为就是不要给它的波动力太大 只要你波动力太大 就会影响你的那个寿命 就是 先讲啊 是油的寿命 再来就是你的engine的寿命 或者是牙箱的寿命 我上次换完filter人工120 对 然后它的原装的filter 整套也不便宜 所以说有些人觉得 哦 换一个牙油可能就 就要 啊 七八百块 OK 有些人就不舍得 啊 最好有能力的话 是换掉还是最好 OK 高温下 对这是在高温啊 150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50度 engine 如果你的油 越来越厚 你的engine的temperature也 跟着上了 也会越来越热 OK 因为它的黏度不一样了 会影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影响你那个 会比较赤油 OK 所谓的比较赤油啦 讲人话比较容易明白的话就是比较赤油 然后 你那俩是inspirer吧 inspirer还好换啊 如果是Honda的话 基本上 前面东西要拆到完 才能换到那个小力filter 有些人就问我 这样子小力filter可以不要换了 就换下面那个大filter 你必 你既 你既然已经要换掉那个filter 就是要滤掉那些肮脏了 就是 最好是整套啦 最好是整套 OK 最好是整套 OK 来 makli 因为你是热闹啊热闹基本上没有block啊 你不要去走那个 呃 基本上都没有block了吧 有block呢 我记得是没有了啊 你走到好不好 就来到我店就是没有block啊 没有block啊 没有block OK 如果你们看懂的话 你们拣手机也是一样 我讲比较容易明白 你们拣手机 你们知道只要是 最贵的 这是最高配的 也是比较耐的 OK 比较耐的 我最近也是有时候会跟进下那些 我很少去看那些forum 他们会讲 那个quality在可能在几百块就不耐了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 因为 M-SWY已经是直接给你们最顶配了 不如你去选一个顶配的 然后比较耐了 这样子容易明白了 之前也是没有要过去 是因为MCO之前没去 没有问题 去东马 刚刚回来 走USM DMOLOG没有问题 对啊 那边也是没有BLOG 其实走ROCKOUTBALL也没有BLOG ROCKOUTBALL有BLOG 现在都没有BLOG了 他BLOG也是BLOCK在那个 那个 那个Bus Station那边 不知道吗 OK 也要三个小时来做完 对 这就是很多workshop 也不愿意去换 因为跟你讲工钱 换这个filter 百多块 你又可能也太贵了 然后就 有时候也懒得去跟你讲而已 要不要一直换买filter 只要你一起跟他complain 不是complain 就可能你跟他讲 我这样子 你算一个quotation给我 现在多少钱 然后他跟你讲 OK这样子 我这样子很贵 可以扣一点吧 基本上你讲一个扣一点 他就不会跟你讲 要不要放买filter 这是人来的 就像我 我对 我对轮胎有点反感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我内在小孩的问题 我一听到 轮胎可以不可以便宜一点 基本上我每一个客户来到店的都会跟我讲同一个问题 可以不可以便宜一点 可以不可以用 second hand 或者是完全没有花了 还能不能用 因为有些我明白真的是 经济的问题 他也没有本事去换轮胎换星 然后他只能选择用 second hand 这个是没有办法 OK 这个是没有办法 便宜就做少一点 不是 因为你跟他讲 可以便宜一点 没有 他就知道你 不会再想去多花一点钱 他也不会再跟你去讲 深入一点 包括我 我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 你过来我店 我给你一个quotation了 然后我觉得有必要做的 给你知道了 你觉得可以不可以扣一点 基本上 接下来可能 还没有坏 OK 可能那东西还没有坏 还可以用 只是他的 比如说 BakeP就剩30% 然后我就 不会再去 再多讲 因为再多讲的话 就觉得我去 想找你生意 OK 基本上都不会多讲 48块半 是 我每次很怕 一讲这种产品的东西 就问这个 然后就很乱了 OK 如果你是 48块半 是OE 这个是 SP grade 就是最新的那个grade 也有NOCK的 就是这个 黑油 K9 一万 一年里面 一定要换得好 撒价就没有力了 对 撒价就累了 真的累了 可能我从小就 在那种环境 喝奶也是在那边 环境 喝奶也会听到 睡觉也会听到 然后我对轮胎 我从来都不感兴趣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也很多 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做轮胎的 有些那些轮胎的那些厂家 有人是我了 他讲 怎么你不顺便做买轮胎 反正做一个轮胎也不会花你很多地方 我打死了不要 我打死了不要 然后也很多同行 就是我爸爸自己做批发 然后同行也问我 怎么你自己不做 然后怎么拿轮胎给我做 我讲 我真的不想做 我真的不想做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杀价 然后已经是 马来西亚的习惯了 因为马来西亚都是看价钱 所以基本上 你们要看到有 米吉林的达压 比较好的达压 基本上都没有货了 OK 基本上都没有人会去抖了 都会去抖那种 中国货 OK 或者是 基本上现在都是中国货了 就像机友一样一样的道理 然后 你们 看我直播了 才会看到 为什么你会一直推荐 星尼泽你不去推荐OE 包括 M-Soy的老板也是这样子跟我讲 他也是这样子跟我讲 做什么你这边卖星尼泽多过卖OE的 这是The Valley 那个厂里也是The Valley的 最重要是你们要明白 OK 就要先明白那个价值 OK 价值 啥价就没有力了 DZ我答到你问题了 这个OE 然后你要给我知道你是什么车 我会配好那个Viscocity给你 因为 OE也有 大概有四个Viscocity OK 四个也有三个 忘记了 然后 等下你们那些有问关于那些产品的 我会私底下再给你个Message OK 然后今天我的直播就差不多了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东西要催的 还是想明白的 OK 你们就在这边comment多一次 OK 再comment多一次 便宜就做少一点了 其实不是做少一点了 因为 其实我很佩服那些巴萨卖菜的哦 就算他跟你讲那个菜 比如说五块半 你还讲可以扣一点没有 因为这个是马来西亚人习惯了 可以扣一点没有 这是一个稳化问题哦 就算你去泰国 泰国现在你不给tips哦 基本上他都 他都不大想理你 OK 我们讲最靠近的泰国 不要讲那个外国 那种Europe那些哦 真的是只有 阿西亚才会有这种 可以扣一点没有 OK 可能你们觉得扣一点没有 是很顺口讲出来的 可是对那些商家来讲 他已经给你一个底价了 扣一点 我也不用讲扣给你 OK ATF how much per bottle啊 OK DZJKIMI 因为ATF有两种 他有两种 可是价钱是一样的 是83块半 你要给我到你是什么车 我配好给你 你可以给我到什么车吗 这样子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有时候 怕我助理你要mistake 所以说你 如果你们有下单 记得附上 你们的车型跟年份 如果的话车程号码是最好 这样子我最后的时候 我会再看多一次 OK 我再看多一次 Ford Ranger啊 Ford Ranger就用这个 你是2.2吗 因为2.5跟2.2又不一样哦 是2.2那个吗 OK 还是2.0那个 OK 2.0那个不适合用啊 那是10 speed啊 就是Mustang我之前修了 你什么时间比较少顾客啊 真的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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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这边很多都是Major的 可是老实讲 Color这边是很少顾客的 很少顾客的 全部都是放车就走了 基本上不会在那边等的 基本上不会在那边等的 OK 2.2了 2.2就是这个蓝色了 OK就是83块半 你这样子打83块半 你要打加6 OK打加6 然后是ATF 打加6 OK 你是这个啊 等下我会在私底下 Message你 啊 Ford Ranger 可以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2.2那个 W212 Facelift Gear Gearbox 这个 这个也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 6度摇到8度摇 都是这个 如果你是 比较旧款的 212 可是基本上 马来下应该很少有 5 speed 的 212了啦 你是 基本上就是这个 OK 就是这个 6L No enough 因为那个要拆油底 对 你要打加气 因为 这个是946 你要打加气 你要打加气 我每次会 混乱 那个 KG 真的KG 因为这个是到 这是过来的 946 OK replace 最好一定要换 一定要换 然后我还有发现到Ranger 你注意看 你拆filter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贴粉的 这个也是Ranger 或者是那种Colado 很多出现压箱问题 就是很多都没有换filter OK 很多没有换filter 你换filter 跟没有换filter 那个 油的 quantity 是差很远的 如果你单单是差一个Oilsum 可能就5个多 你换mifilter 可能接近一个6个 接近7个 你最好是定气罐会比较好 OK 定气罐比较好 然后Vinson也是这个 这个蓝 因为它 它这个主要针对Viscosity 因为 Amsoi 为何一个ATF都要出两款 是因为它要针对Viscosity 因为 有些旧款牙箱 跟新款牙箱的Viscosity 不一样 年度不一样 然后 记得 很好 3万就换到 ATFfilter 很好 很好 基本上如果能的话 是每一次是最好 每一次换牙油是最好 可是 看你的牙油 这个其实 基本上你可以耐到 你五六万换都没有问题了 OK 可是记得3年里面 3年里面 212 212 如果你换filter的话 呃 你还是定一个6个liter 会比较安全一点 OK 记得你要换filter 因为212 如果你是7 speed的 你必须要 然后 有些人是不换filter 是因为他把那个油 啊 他check油那个 他搅一点 然后给他留 啊 他就 不换filter的话 就这样子给过关 可能那时候就 4个左右吧 OK 最好是定6关啦 记得换filter 记得换filter 722.9 OK 75 百亿啊 我 75 百亿 就这个 这是Menu 或者是Excel 呃 这个是116 对我来说 这关 本来我是打算 明天才讲 因为如果我全部放在一起 真的很乱 真的很乱 呃 他的价钱都是一样 多 而且重点在他都有Extreme Pressure 就是保护你的那个牙齿 不要给他这样快磨损 都是116 OK 看你要打加几 然后他有75 90 75 百亿 跟75 百四 OK No 你那个是Ranger OK then I have to wait you to more love to more love 哈哈 这我一排个乐出来 OK 不要紧了等下我会直接maintain着你 会比较容易明白 OK tomorrow live 可是我要有 呃 我尽量有一个成品 这样子你会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有一个刚好我修了一个Excel 因为我刚刚才修了一个Evoke 就是Land Rover Evoque 呃 呃 基本上都是磨损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Mini Cooper 会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啊 你记得啊 Mini Cooper 或者是Land Rover Evoque 基本上如果你fuel到那个Fallview问题的时候啊 等到你等那个Fallview问题啊 基本上牙箱都要修买啊 因为他里面一起吃掉 就是他那个sub接近牙箱都会一起吃掉 我如果能的话 呃 关于到这个Fallview 最好是刚好有一个Fallview修 或者是一个Excel修的时候我才讲 这样子你们容易明白 不然的话我这样子讲话 哦 你会点头吧 OK 你只会点头吧 你不会明白 OK 然后我的直播就到这边 啊 你们有下单的 啊 等下我会Messenger你们 我老板就是这两辆车啊 OK 这两辆车啊 Mini Cooper Mini Cooper有Fallview跟没有Fallview了 OK Subaru BRZ啊 有啊 你是Manual啊 我还修过那里压箱哦 你去search BRZ应该就会看到了 留在color里面了 BRZ你那种是Manual啊 喂Manual一流啊 我们吹一下水哦 Manual那个我驾过是 最容易Bong的车 只要你 把一点Selling 玩一点点 你踩完了基本上是叫Bong哦 你会Drift叫Drift哦 你不会驾或叫Bong哦 OK基本上驾BRZ啊 或者是驾86 或者是驾M3M4 或者驾C63哦 或者是驾2view的Poche哦 基本上都是Bong哦 OK基本上不可能 不可能会Drift哦 除非你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啊 可是我个人觉得 BRZ Handling是最好 最好驾的 因为可能它的那个 它的Design啊 那车Design那个 我们叫它的Lang 它的车的Lang哦 真的是太平衡了 虽然它会Bong 可是价钱是真的很Stable 很稳的 可是你要自己会去 这个我就 不会这样跟你们讲 等到我 有时间了 我会去学一下Drift哦 很花钱哦 学Drift OK 学Drift太花钱了 太花钱了 哇 你肯定是很Sick4的哦 会去买BRZ 肯定是很懂车 才会去买 BRZ 86这种车 不然的话 很少人会看懂 就等于你看懂一个机油 看懂一个轮胎哦 是一样道理 看懂一个车哦 你不是在意在那个车 这样小量 这样子的价钱哦 就在那Handling那边了 OK 这是因为你看懂了 就是那个价值 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就是价值 就是你看懂还是看不懂 OK 然后如果你相信我 你可以下班 然后确定100%是原装 OK 然后马来西亚的都有他自己的code的 放心 这些我都帮你们先确定过了 然后我的直播就到这边 Thank you